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做八杯水钥匙扣 由八个小水杯和一粒钮扣组成 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的材料 首先是蓝色的三号蕾丝线 杯子你可以用彩色的三号蕾丝线 胶水,针,剪刀和两毫米的钩针 还有一些填充棉 我们先来勾杯子 杯子是圈钩起针 几针完成之后呢 第一圈我们勾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完成之后 在第一个短针上做引拔 结束第一圈 集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是勾六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勾两个短针 第二圈完成之后呢 在第二圈的第一个针目上做一个引拔 再起立一个辫子针 再起立一个辫子针 现在呢我们处理一下线头 现在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隔一针加一次针 第三圈结束 在第三圈的第一针上做引拔 起立辫子针 现在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不加针也不减针 但是勾的时候呢 挑每一个针目的后半针来勾 一共呢是18个短针 第四圈勾完 勾一个引拔针 再起立一个辫子针 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第六圈和第七圈呢 都是不加针也不减针 第七圈勾完呢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呢我们勾十个辫子针 十个辫子针勾完呢 断线 辫子针的线头和最初的线头呢 手尾相连 打结固定 现在呢取出黑色绣线 我们来绣杯子上的笑脸 两只眼睛相隔三针 眼睛看起来太小了 我们再给它加粗一遍 一个可爱的杯子完成了 接下来用蓝色的三号蕾丝线 来勾杯子里水的部分 和刚才一样也是圈勾起针 第一圈同样的做法 也是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在第一个短针上做引拔 集了一个辫子针 第二圈呢 和刚才也是一样 勾六个短针加针 在每一个针目上 勾两个短针 第二行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 我们来处理一下线头 接着我们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不加针也不减针 十二个短针 但是呢 挑每一个针目的外半针来勾 第三圈勾完呢 做一个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 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和第五圈呢 不加针也不减针 十二个短针 第五圈十二个短针完成之后 做一个引拔针 再起了一个辫子针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断线了 加入少量的甜充棉 拿出胶水呢 涂在杯子的内侧 用同样的方法 勾了八个小杯子 先用胶水呢 把它们固定 然后再用猪针呢 加固一下 最后再用白色的缝线 把这个八个小杯子呢 把这个八个小杯子呢 缝在一起 白色的缝线在缝的过程中呢 不要露出针角 只要呢 我们在缝的过程中 注意角度 白色的缝线是完全可以做到隐形的 快调一下 fire 光色的缝线 criticism 封锁 现在呢我们用一个开口圈来连接这八个杯子和钥匙扣 用蓝色的线起五十个辫子针 五十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倒回去在每一个辫子针上勾引拔针 好现在我们来缝钮扣 最后呢把这个钮扣挂绳呢 缝在钥匙圈上 可爱的钥匙扣完成了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